大家好,我是老黄 今天听我们村里的老人说 我们村子的旁边来了很多的导弹 我一想觉得很奇怪 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部队 怎么会有导弹呢 然后还很多 现在我就去他们说的那个地方 看一下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们说的应该就是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我现在过来看的话 这肯定不是导弹 因为如果是导弹的话 一定会有解放军在这里把守啊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场连辆警车都没有 那具体是什么东西 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下 现在我走过来才发现这个东西 它特别大啊 我身高1米75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 这一个圆形它的直径应该是在3米以上啊 我们到那边看一下它的外面 大家看一下这个庞兰大物 它非常的长啊 它是圆圆的 大家看一下特别长 我刚刚从另外一边走到这个尾巴这里啊 总共是走了75步 我每走一步大概是1米的距离啊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的长度大概是在75米这样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呢 它的外表是白色的啊 圆形直径3米多 然后它的尾巴这里有红红的颜色啊 尖尖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的庞兰大物啊 好几十个 一直排在这里啊 场面是非常的壮观 像这样的一个庞兰大物啊 圆圆的直径有3米多 然后长度达到70多米 外面呢 又是白色的 然后它的尾巴又是红红的 这样尖尖的 也难怪村里的老人会误以为是导弹啊 像这样的庞兰大物这么大的东西 我也是从来没有见过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啊 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运过来的 这么大 车子也装不下呀 是不是现在网友 有了解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 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个赞点个关注 本期视频就先拍到这里了 我是老黄 我们下期再见